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星浩、薛佑哥三位青年艺术家发起的《公共艺术为何》 以艺术事件的形式呈现于宝容艺术中心 作品由近30名艺术家及艺术工作者共同完成 作为展览Aura的行为艺术单元之一 通过邀请共创的方式 他们于4月2日下午开始 各自从杭州的任意位置随机选择一辆共享单车 以不同的路线在晚70前后骑行到宝容艺术中心展览中 随后将近30辆共享单车摆放 或堆叠于展览Aura的入口处 以美化公共设施的主观创作目的为宗旨 用图画或标记或贴纸或捆绑或增加功能 或衣服物品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完成创作 与此同时艺术家们在不影响单车使用功能的前提下 改造的单车与一星期后被归还于杭州城的个性 这些带有艺术家主观创作的作品将保留于单车上 并重新作为公共资源被人们观看与使用 这些创作者分别是张静宁 苑文栋 叶帆 徐倩 徐建 小林 夏米达 滕家琪 沈一俊 深途宇轩 潘宇恒 潘宇俊 梅之显 吕中良 刘亦帆 刘思佳 拉面 陈诗乐 爱挂 阿淼 阿科 Soudan Kyle Stewart 不知杭州的市民们是否能找到他们的创作 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在跨越整个杭州的创作范围内 取有限的颜料或现成的公共材料为美 主观多样地将自我表达介入社会环境中 通过此形式来探究公共艺术的概念 策划团队认为 好的公共艺术它不仅能被观看 还能被寻找 被使用 被反思 人家到谁停的 怎么去那来了 这要被抓着了吗 不是 不是 你摆车你也 把那个 把那个 我插不上去 找一个 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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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我都去了 你都不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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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车局去了 然后说你们怎么这么乱停 然后大家就说哎我没有啊 这车消失了好几天